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自己的话呢是偶然的机会啊 在YouTube上面看到其他朋友的开箱 团案觉得说这个玩具做的挺有趣的啊 它有几个卖点啊 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头顶上的指挥挺 指挥挺的话呢是一个磁石吸附的 一旦吸上去之后啊就稍微放一下 就基本上呢是不会掉 但是呢用力拨的话呢它还是会飞出去的 那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一款指挥挺啊 一个细节啊里头的话呢 还有一个驾驶员的小小的刻画在里头啊 都假是吧 但是我们小时候呢 电视台翻译它叫柯国龙 我不知道什么记错名字啊 那这个指挥挺的话呢 造型做的挺好看 我小时候也觉得这个造型很好看 然后以前我还看过一部 好孩子的空想科学教室啊 说这种驾驶舱的设计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啊 正常人在里头驾驶 机器人光走动啊 你这个上下波动就数公尺高啊 就应该自己投资GG了 那么这款玩具它还有几个小小的卖点 你看它这个肩膀这个地方 两侧是可以拉出来放进去 可以增加更多的幅度 腰身这里的话呢 你看吧 这个振动幅度就很大 驾驶员应该已经死了一次了吧 这样子 以及它的一个裆部这里呢 也是可以裆部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拉出来的啊 整个可以拉出来 还有这个脚踝 这个地方都可以拉出来 那这个声音也是很好听啊 就提供了玩具更大的一个可动 那膝盖的话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合金部件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有一个让我很喜欢 就它这个金刚飞拳的部分呢 它是自带特效件的啊 它的一个人物的手臂的后面啊 你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应该是按上面 对它会自动有一个发射的一个 发射 你看它会自动发射出来啊 但是我怕它飞太远了 所以我把它接住了啊 这个里头的自带的这个火焰特效件啊 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我们再把它扣回去 轻轻的 但是稍微要转一下 它才会卡住 然后从后面这里 再按一下啊 它是会弹射出去的 那弹射出去的话呢 就失去了一只胳膊啊 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 这么危险的招式 为什么它会用呢 那它有一个替换的 一个是这个掌型 那这个掌型的话呢 替换的话呢 我觉得是比较 比较比较比较暴力一点啊 这个就没有什么触动的开关把它解锁啊 它是直接就这样子小心的啊 我真的觉得要稍微小心一点啊 把它给这样转一下 给拔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它回复成 两手都是铁拳的姿态啊 这个无敌铁金刚 不需要叫敌人stop啊 揍它就对了啊 是非常非常 具有力量型代表的机器人 腰身的一个摆动的话呢 幅度也很好 上半胸口这里也可以动 它的腹部呢 有一个替换的部件啊 原本的部件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从侧边这个地方呢 小心的把它给挑出来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挑 因为它卡的还是蛮紧的 而且它胸上的这个胸口的话呢 有一个阻碍 所以你要斜一个角度 把它给做一个替换 替换完成之后的话呢 它有附带三枚这样子的一个导弹 这个弹子弹的话呢 你就给它卡进去 轻松的卡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背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个触动的按钮啊 你知道如果从这个地方 给它按下去的话呢 这个子弹也是会弹射 而且力道也是蛮强的啊 把玩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 那这个子弹的话呢 一共三枚啊 可能就是为了预防说有朋友的话呢 不小心把它给物射之后不见吧 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的金刚飞翼了啊 金刚飞翼在组合上 没有什么特别的难 难度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说明书有特别强调 要我们注意不要破损掉啊 这确实这个地方比较细小 包括它这个尖锐的部分呢 虽然不会特别的扎手 但是如果不能摔到地上 破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啊 那组合的话呢 这个就非常简单啊 甚至可以说 就是跟动画片里头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把它呢 给包覆在这个腰甲上面 腰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轻轻的呢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组合的难度呢 是比较小的啊 我们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应该是可以稍微的 去移动一下 我说你是不是胖啊 突然穿不下去是怎么样 哦 好了 不是它胖了 是我不会穿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它的组合 那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话呢 给它来一个 往前面 飞行的一个形态 这个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 这个 如虎天翼啊 我们小时候都说如 这个就像无地铁金刚 有的金刚飞翼一样 这个造型的话呢 还是挺还原的啊 那 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呢 算是分享 那这一款也是经典中的 经典的超级系机器人的代表 那我讲个小故事吧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啊 可能小学 一年级 甚至是幼稚园的时候啊 我有一个年纪大 我比较多的 亲戚的 熊掌啊 他们其实家有 比较多的机器人玩具 那我们都相约 每个礼拜六的 下午的话呢 就会去他的房间 跟他一起玩这些机器人 那当时是他 我跟我弟弟 我们三个人 那我们可能有十几个 机器人玩具 我们大家就是 来选你的队员 那每次都会有人选 无地铁金刚啊 通常他都是第二顺位 被选走的 那第一顺位是谁 他是机动战士 就是钢打 钢弹啊 他都是第一个 被挑走的机器人 那这也是一个 同龄回忆了啊 那就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在网上呢 看到了这一款产品啊 对于他的这个 金刚飞拳的这个设计啊 还有这个关节拉伸啊 这个这个声音 觉得很好听 以及呢 他的一个还原度吧 还有这些金属的手感 令人怀念的 一个机器人的造型啊 就因缘机会的 去借到这个玩具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